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一般 各个功夫都了得 野渣眼 大侠驾到 开工啊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也太帅了吧 哇 哇 哇 这个惹不起啊 这个人 哇 哇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广东省中山市黄埔镇南坑村 我叫李佐妹 阿妹 你学功夫学了多久啊 我六岁开始学 然后到现在已经23年了 怎么会想起来去练武术的 因为小时候呢 家里面就可能比较调皮吧 我爸爸把我抓去学钢琴 然后我就把人家钢琴给砸了 对 然后把我拿去学书法 然后我就把那些墨水泼到别的同学身上 后来因为这件事情 妈妈呢就把我关在家里面 然后呢就 我直接从三楼跳下来逃出去 好厉害 然后教练呢就下来村里面挑选孩子 然后就最后挑上了我 然后我就去了体校上学 你那个永春是练了多久 其实永春的话 在我们那边多多少少的女孩子男孩子 都会一些功夫 太厉害了 厉害了 我除了会永春以外 我还是国家一级摔跤运动员 那目前呢也是作为一名动作提升演员 大家有没有看过《狂飙》 有 那我就是《狂飙》曾经跟宋文老师一起 合作出演过的对手戏 可以看一下 穿红衣服那个 穿红衣服戴白帽那个 他眼里面那个杀手 是的 这里面那个吃早茶那个杀手是吧 对 我们在茶楼里面 有一场争吵 大家看完《狂飙》以后 还想现场看一下吗 想 我今天就给大家现场来一段 真实的真人打斗 我和鞋子都出去了 现场我们哪位大学生有功夫的 有没有上去跟他交交手 阿妹 有人要踢管 可以啊 我们现场有朋友 愿意来跟我们走一场吗 第一位 蓝衣服的 蓝衣服的 阿妹 你先教他两招 我在村里面呢也是一个自卫防身老师 我教你一些防身术吧 比如说 你用力掐着我的脖子 我可以一个手指把你的手推开 逃跑 他不信 他不信 不要紧张 我们用力 来 用力没有 再用力 他很害怕 3 2 1 我们再用更多的力 来 试一下 好 扎马 用力 3 2 一根手指看着阿 我现在已经有点喘不上气了 3 2 1 你是不是没有力气啊你 你是不是没用劲啊 我手已经在抖了 看一下我的脖子 它是有用力的 我是真的用全力了 用全力了 然后他那个手指过来什么感觉 我不知道手跑哪去了 那如果我上去 他抓着我我也能推开他吗 可以 那我试一下吧 可以 来 我总感觉是他有功夫的人 我觉得他不敢抓吧 没事 我来抓 老师咱不演 你就真的用力我试一下 我感觉一下 好 来 我先给点劲 然后你的手指必须要绷紧 用点力 然后往我的大拇指的方向 虎口方向推开 你看有点感觉了是不是 推 推 他推不开 因为我觉得他大拇指还在控制着我 不行 咱还是演吧老师 太紧了 因为女孩子的力量比较少 那我们可以借助一点点的力气去帮忙 那我们就用手掌推开 老师你再大力一点 我都不信了 没关系 脖子已经红了 没事 好 三 二 一 真的 真的 因为这就是力学的 借力打力 对 借力打力 大家再次给掌声我们的阿妹好不好 谢谢 谢谢 阿妹 那现在只要在村里是做什么呢 我现在在家里面是一个电动车店长 我还是一个咖啡师 一个作为防身术的教练 还是一个按摩大师 就是我师父教过一句话 你可以把别人打伤 那你也要会把别人救起来 自己闯的货自己收拾 其实很简单 要几秒钟的小技巧 平时我们年轻人奶奶叔叔阿姨 玩手机是不是玩多了 大家可以伸起手来 两秒钟的事情 我们的轴关节 侧面一条大动的 可以拨的动筋 你们大家可以用食指 用力去按一下 它是不是会酸痛 很酸 对 就是因为你们平时玩手机 按这个大拇指的这个 在这里 对 就是用可以 这个 就是手机玩累了 按这就可以缓解酸痛 是的 我们两个手都可以缓解下来 就是作为一个国际赛的冠军 怎么会突然想起回到农村呢 我作为一个我们中山市的本村人 我相信大家有很有感触的就是 不管外面再怎么好 还是想要回家 因为我从小已经在村里面长大 也很喜欢村里面的风土人情 再其次去到体校以后 我在外面拍戏 家乡 家里面对我有非常大的归属感 今天来到我们的侠女 阿妹来到了舞台上 其实我对她有期望的 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借杨子雄的班 继续拍武侠片 谢谢 如果喜欢这位侠女 请为她种上一朵花吧 谢谢 谢谢 不管外面再怎么好 还是想要回家 这就是家乡对我的归属感 侠着大者 为国为民 女侠阿妹 赢得现场一片就好 看看下位画功夫如何 大家好 我是来自湖北省隋州市和平村的小花 胡孟凡 好厉害啊 嗯 哇 这个 老火了 这玩很火的 哇 是她呀 哇 他是斜着轮子骑的 一个轮子不用的 这上坡了有点不容易吧 果然 哇 哈哈哈哈 这戴上来了 这个衣服 是小葱吗 对 是的 这个是小葱 这衣服应该是限量款了吧 只有这一件 半天就粘了 这个衣服的保质期是多久 肤菜的话应该都很短 所以说我这个做完 还得粘液赶回去 把它再种到地里面去 还要种回去吗 还可以种回去吗 因为这个葱的话 这个数量比较多嘛 所以说我回去还可以再种下去 然后也可以吃 然后我在做这个衣服的时候 都会考虑到这个材料的问题 像我一般做的蔬菜还有水果 做完之后都要拆下来再吃掉 不会浪费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 这特别好 一会儿我就问他要一捆葱 回去炒个鸡蛋 然后说 君哥你在吃什么呀 我在吃我们房的衣服 而且他还能歪骑这个三轮车 我是挺想尝试一下的 但是三轮变两轮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行不行 你小心一点 别把人家的三轮给撞坏了 好 我怕君哥那个膝盖都会碰到那个靶 主要是拐弯君哥 好该起轮了 起 你小心别冲下去了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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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转过来 我要往那边过去了 我过不去 我 起来了 过 过不去 请勿随便模仿过不去 这个太难了 现在是一名江村内容的一个短视频博主 在村里经营了一家合作社 主要是种植这个香菇之类的 我们做这个农业嘛 所以说我就想到用这种特别独特一点的方式 来宣传我们家乡的这样一个农产品 所以我就想着把它穿在身上 然后骑上我的粉色三轮车 然后发布出去 就是宣传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这是你的流量密码吗 对 也可以说是这样的 因为我的流量密码就是我歪着骑三轮车 然后加上我这种独特的服装 然后以及突然间看你一眼的感觉 很多网友都说 就是我每次不经意间看镜头的那一眼 在拐弯的那个瞬间 然后都说不看我瞅一眼 他都睡不着觉 只是因为在人听中被你看了一眼 真是难以忘记你的容颜 三轮一彩谁不爱 眼王还能回家做菜 真是环保又可爱 让我们期待下一位花儿的美丽释放 我是一个翻羊闯爷打穴生 前年26岁了 然后我奔壳毕业于加拿大阿尔波达打穴 然后后来有去复旦打穴做了交换绳 然后有去给小刚抽着打穴 这也是一个高学历的海归 毕业后我回到阿尔 天甲宝类460目的里 然后开始了我的汇存生货 古德安文顿老三们 欢迎来到喵喵频道 欢迎来通许喵喵拍卖会 今天我会给你通许喵 今天我会给你通许喵 这是我种类雨迷 习瓜 看这是我养类空穴 饿 鸵鸟 鸽子 酒 老小们那种耍点种不种 你确定那音语别人听得明白吗 行了明白我的英语可结底气了 我是说外国友人 但是你在里面拍卖拍的 这一代劲 今天在舞台要不给我们展示一下 好 各位先生们 欢迎来到喵喵拍卖会 这我可激动了 一个我就来 你看我这也有个锤子 我哥比你大 第一个是 我做了恶胆戒指 天哪 看咱有没有要求婚的 进婚的 不知道给媳妇 周年买点礼物的 送给媳妇 这还管当收款呢你看 60 100 520是吗 1314 哪个 1314的站起来看一下 那边那个 1314 为什么 能告诉一下我吗 为什么 肯定要支持台上的老师 这么精美的物品 人家从设计到制作 肯定花费了不少心思 我觉得这份心思和制作手艺 是无价的 是托吧 然后你告诉我 你这个是送给谁 送给我妈妈行不行 他这个口才可以现场报名 我觉得 他男的 好 成交 那个王淼 平时就是在你的短视频 做直播的时候 你也会帮村里卖各种货吗 对 我会给他买货 然后把他们弄这边收过来 就是你看想 最多的一个月的时候 管买辣椒和萝卜一个月 都管买40多万最多的时候 然后因为我给他买货 就是现在弄梦的时候 然后一个月可以增加到100多个拱人 然后给他们祭贡工作岗位了 而且拱子也从港凯市内 乌六十院 张到现在八十块钱一天 最重要的是 把那个屯 有个机制念的母修了秃鲁 就因为阿根的屯里法战差矣 现在那个秃鲁也修成水泥鲁了 呀 我觉得我是一个又土又洋气的花 就是像那个村里长的那种野洋浆花一样 没开花的时候就像一个野草 然后开花的时候 就是那种黄色的小花 大老远都能看到很吸引人 然后等它结果的时候 你从地里挖出来 就更能给人惊喜 我觉得我就像它 虽然我可能在村里土土的 但是我有勇气 我也很勇敢的 就是回到了农村 在农村里创业 展到这个舞台上 然后给念情人说 如果有一天那样贵村的话 都别害怕 光阔田底大油作味 咱给村里也弄 又一番实业 小小个子大大能量 听到召唤的花儿 已经准备好展示了 我是来自海南岛 五指三市 通杂政福安村委会 搬到村的村民 我叫董欣欣 今天为什么会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我是导演叫我过来的 你看起来很紧张 当时导演叫我过来的时候 我以为是骗子 后来呢 我紧张我都忘了 就是他叫我来的时候 我就以为是骗子跟我开玩笑 他说我是湖南卫视的 我说湖南卫视会请到我 后来我就刷抖音了 我就在门搜索花儿绽放 然后我就看到了 我们梨族的姐妹也来这里参加了 看展示我们的梨景啊 很多文化就是没有展示 我们这个飞鱼 瞩目七月 所以呢我就 带我还有我的这个乐器 来到花儿这个舞台来绽放 我们民族的乐器 有八大件 鱼箫 桌巴 突然有种到了山里的感觉啊 感觉啊 好好听啊 你呢 口供 叮咚目 还有独木骨 带了几种过来 树叶 这是随便树上的一颗叶子 都可以薅下来 除非有毒的 你太兜了 这个我可以学一下吗 可以可以 我也去看看这个怎么玩 我都吹出毛驴的声音来了 他好歹也发出一点声音吧 你给我一点面子 我想问一下啊 你这个从几岁开始学的 年轻的时候吧 女孩子吹鼻孝会不会鼻孔变大呀 肯定形象不好看 但是它是我们黎族的非语文化 我一定要传承下去 清清 我特别想了解一下 你觉得自己身上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魅力 又紧张了 我真的没有什么魅力 我只是想做好这个非语传承和弘扬 我觉得你今天给我的感受 非常純粹 干净 大方 然后非常执着 很简单 很清澈 那在这里呢 我们一起来为我们 这位来自黎族的星星 种上一朵花吧 请种花 我只是想做好非语传承和弘扬 没想到大招又放一波 请下位话语接招吧 大家都说呀 我长着不像一张种地的脸 却获得过很多职称 农艺师 肥料配方师 农产品经纪人 作物质保员 作物育种员 我平时的工作呀 大多数都在地里 我朋友就给我起了个外号 田园六个纸 全国有三块育种基地 农季1400亩 我呢也主持选与了一些品种 像我们的新丰对号箱 新年二号 年新一号 年新三号 年新五号 我最骄傲的是 选遇了黑龙江省自己的胭脂道 填补了黑龙江省空白 深受农民的认可 我还得相信他们的年新 我们的年龙江省 岁月亮的岁月亮的岁月亮 爱意来弄东西 你没吃东西 别说了 好爱意 大家好 我是来自黑龙江省 加勒斯市华川县 新国辽阳村的王慧莹 你那个外形看的真的跟种地没什么关系 我觉得其实我还挺催的呢 从上台你就没放下手中的这个宝贝 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 这个是我主持选与的几样品种 可能现场没有办法带来特别多 只带来了三样 这个呢是我们的新丰一号 也是我们的小珍珠米 就是它又号称魔术米 焖完饭之后啊 它就变成了长粒的 这个呢是我们的新丰六号香 它呢焖完饭之后不仅香味四溢 而且啊口感特别弹牙 非常好吃 这个呢是我们的新年二号 这个新年二号啊 也是我们公司最受欢迎 墨水道其中之一 多少钱一斤啊 我们的种子零售价都在四块钱左右 大米零售价可能就是两块多钱 你有很多身份呢 我刚才看到视频里头 你知道你每报一个身份 那边的小姑娘们就 哇 就换姑 我想问一下 现在你最主要的身份是什么 现在我在公司担任育种人 还有执行总经理 育种人是啥意思 就是呢通俗来讲 就跟包办婚姻没有啥区别 包办婚姻 对我想让哪对结合 哪对就结合 有的呢他也叛逆 婚都结了他也不生 我跟你说 如果刚刚打开电视看到这段的 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你说的是大米对不对 对我说的是我们的种子和种子 母本 父本之间的结合 对 今天在台下要给我们展示什么 我今天要展示的 也是我们的东极胭脂米 然后呢这个米以前在河北有这个米 它的产量非常少 而且呢卖的价格特别贵 在这上面挂了一个牌子 就是很尊贵 不要乱动 你要购买的话叫不见缘 308元一斤 对 它为什么会这么贵 它贵就贵在于 它的种缘很稀少 它自古以来呢就是育共米 胭脂道现在可了不得 它是一千多年前那时候传入中国的 然后呢其实康熙亲自欲种 所以叫康熙胭脂道 对 我们公司通过很多年的一个技术研发 才给它研究出来 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东北的东极胭脂 这现在多少钱呢 现在我们的零售价是58元一斤 这样这个价格打下来 因为我们知道 从300块达到58块钱 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壁垒的 最大的难关是什么 其实我们研发的过程当中 这个米的最大的壁垒 是不是那么好培育 它的植主非常爱便衣 而且产量也非常低 所以我们通过了8年时间 今天怎么展示它呢 工作人员麻烦 把我们的米粥上一下 在来之前 我们已经装米粥了 每一口你都要 我这碗72 你那碗80多 这像放了红糖一样的红啊 对 它是米自带的颜色 这个米呢 它也有很多的营养成分 它其中还含有像 铭元素 是普通稻米的12倍之多 其它的钙呀 铁呀 锡呀 还有维生素B1 B2 维生素E 这个都是普通稻米的1到2倍 就吃这个米相当于直接吃多种的补养品 还有一个你看它米粒其实并不大 而且嚼起来特别棒 就有那个Q弹的那个感觉 有点弹牙的感觉 对 有一个嚼头 王总 这样子吧 虽然你的魅力已经大家都看见了 但我们还是想听你说说 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魅力 我觉得我这个人最大的魅力可能是 做农业的决心和认劲吧 因为作为一个留学生 返向创业的一个青年 我想的是深耕还是说研发我的种子 和更与时俱进的一些技术 适合现代的农业 然后呢更大的一些目标吧 可能说是想把我的市场拓得更宽一些 不只是指于我们黑龙江 可能全国各地 这个我觉得慧莹 慧莹是一个我们这个时代 真正需要的新农人霸总 而且呢我们说藏凉余地 藏凉余季 其实才能端劳中国人的饭碗 我们需要这样的智慧农业 现代化农业的新时代的霸总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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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给我们的王总种花吧 恭喜 我深知北方的农民种地有多辛苦 所以呢我想把我们北方的京道拓得更宽一些 不只是指于我们黑龙江 可能全国各地 上微博参与花儿绽放话题互动 有机会获得花儿专属回应 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精彩继续 欢迎我们下一朵花儿 我是新疆小谷 必须要给朋友们准备一下好吃的水果 我最要听见你们这个老汉光 我好像在吃一个花里的爱马仕 这个只能在新疆吃到 买不到你这样给我们吃会不会太残忍 老师拍摄我干导游多少年了 那么年轻 我觉得最多也就十年 太对了我今年十八岁 我是来自色泽族的 我喜欢的这个 就是用鱼皮来制作的鱼皮衣 我想通过我的努力 让我的父亲变得好一点 把这份爱也传递下去